演员的诞生不止投票器假 连嘉宾都是假的 网友说 请过 演员的诞生自开播以来争议不但 虽然一路被质疑 但他还是拿到了相当可观的收视率和关注度 因为网友指出这些成绩都是在伤害老演员的前提之下拿到的 我想如果原力没有站出来 还有千千万万个 原力要考公道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演员的诞生幕后的那些事 看完这些潜规则 你还有心继续看下去吗 我们先来说说大家知道的 演员能否晋级取决于现场观众的投票和导师的投票 现在我们来看看观众手里的投票器模型 根本就投不了票 导师票则是一开始商量好的 演员好比快 说让谁晋级 谁都能晋级 这也是为什么正好惨败欧阳娜娜的原因 说完投票器 我们再来说说嘉宾 让小编大跌眼镜的是 嘉宾竟然是批的 有网友扒出一个月前 欧阳娜娜上场的一期演员的诞生 有现场观众表示 当时主持人说有请欧阳娜娜 然而欧阳娜娜根本没有来 影帝流夜和空气对着大家点评 然后电视上播出的时候 竟然把欧阳娜娜给披上去了 远景没有欧阳娜娜 近景居然出现了欧阳娜娜 知识限制了小编的想象力 只知道演员的诞生甲 没想到竟然假到这种程度了 大家醒开远景 欧阳娜娜娜竟然神奇的消失了 更夸张的影帝流夜 还发微博夸抢欧阳娜娜 前途无量 简直就是玩弄观众的智商啊 这样做综艺真的好吗 更不可思议的是 还有传媒界的大咖 做出此番评价 这位有百万粉丝的张小波 感慨连潜规则都不遵守 还嘲笑 还嘲笑质疑者的学历 甚至辱骂这位质疑者 难道传媒界已经对这种事情 似红见怪了吗 最让小编寒心的是张国立 至今没有发声 哪怕袁立喊话 希望我的鸡大人说出事实 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 现场观众的投票是假的 嘉宾是披上去的 晋级是内定的 剪辑出来的视频 更是严重偏离真相 即便如此 三位导师还是道磨岸然的 做出了评价 这也是为什么众多观众 呼吁快点停播的原因 谢谢大家